好,各位同学呢,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概论课堂 然后这边的声音没有问题,对吧?声音没有问题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在开始课程之前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基础课程是要上到8月15号 然后目前呢,我们还有7节课 就是说如果还是每星期一节课的话 可能到8月15就是还会有几节课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每周增加一节课 我们初步定在每周二下午的6点半 好吧,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三周吧 接下来的三周多一点 就是除了每周日的下午6点 还再增加一个每周二的下午 每周二的下午6点半 然后也是一个小时 好吧,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课程安排 好,说了课程安排呢 我们回归到这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上一节课是学了什么呢? 学了第12章的第一节 艺术鉴赏的一般规律,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我们在艺术鉴赏的一般规律里面 我们学了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说了艺术鉴赏是什么? 艺术鉴赏也就是我们艺术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 对不对? 我们的艺术系统一共有几个环节? 一共有三个环节,对不对? 分别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 艺术鉴赏使得这艺术系统 这整个大环节变得完善,对不对? 它的重要意义下来自给备 然后在鉴赏环节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艺术作品引起的共鸣 对不对?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的接受艺术作品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培养什么呢? 艺术鉴赏力,对不对? 很好,艺术鉴赏力需要怎么培养与提高 然后既然是好的东西 艺术鉴赏力 不仅有谁需要提高 是不是艺术家需要提高 还有谁 不仅有接受者需要提高,对不对? 然后因为接受者有了更高的艺术鉴赏力 能够更好的鉴赏艺术作品,对吧? 还有需要谁提高? 还有需要艺术家提高,对不对? 艺术家能提高艺术鉴赏力 说明他有更高的什么传统能力,对不对? 他能鉴赏前人的或者鉴赏现代人的 能学习别人的优点 就是说明他能更好的利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能使他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吗? 对吧? 好 那么最后还学了一个什么 艺术鉴赏中的心理现象 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艺术鉴赏中的心理现象 有哪两个呢? 是不是多样性与一致性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变异性与保守性 保守性与变异性 多样性表现在什么?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不对? 然后一致性表现在什么呢? 虽然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是欣赏者是不是总属于一定的时代 或者总属于一定的民族 所以他们在鉴赏的时候 表现在既有多样性又有一致性 然后保守性就是一些故事思维 对不对? 然后变异性就是冲破了故事思维的一些新的想法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说的东西 就是艺术鉴赏中的什么? 心理现象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是艺术鉴赏中有哪样的 就是什么东西? 艺术鉴赏中的什么 引起了这些心理现象呢? 或者说 你是在艺术鉴赏中怎么去感知的? 通过哪些方法去感知的? 通过哪些心理去感知的? 引起了这种多样性与一致性 保守性与变异性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 艺术鉴赏的审美心理 好 艺术鉴赏的审美心理呢 一共有六个 它们分别是 注意、感知、联想、想象、情感、理解 这个东西我们慢慢引导一下大家 这个东西我们在第几章 都能看到在我们的第十二章 对不对? 我们的第十二章是什么? 鉴赏环节 对不对? 鉴赏环节的主体是谁? 鉴赏环节的主体是鉴赏者 对吧? 那是不是这六个审美心理 只能存在于第十二章 只能存在于艺术鉴赏 或者说只能存在于艺术鉴赏的主体 欣赏者的视角当中呢? 大家在之前见过 联想和情感吗? 谁还记得之前我们是有见过联想、想象和情感的 在哪儿见过? 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联想、想象、情感? 你有没有想过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 你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不是分了什么? 一起回忆一下 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 对不对? 那我们在艺术构思阶段需要运用到什么呢? 首先艺术构思你明白它是一个什么活动? 它是一个脑力活动 那在这个脑力活动当中 艺术家是不是就要运用到联想、想象和情感? 对不对? 对不对? 并且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艺术体验对不对? 艺术体验是艺术家对什么的体验? 是不是对社会生活的体验? 或者说能不能说是对社会生活的感知?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吧? 那它怎么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感知呢? 那肯定是它先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对不对? 然后艺术家被它所吸引 对它有了感知 然后在头脑中对它进行联想、想象 渗入到自己的情感 在其中加入自己的什么? 理解 最后物化为了可供人心上的艺术作品 对不对?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 这六个审美心理 它不仅存在于什么? 我们第十二章的艺术鉴赏 它还存在在哪? 它还存在我们之前所学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 对不对? 所以你给我们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就是什么? 你看到题上面 让你写请减述审美心理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这些审美心理既存在于艺术鉴赏 又存在于艺术创作 明白吧? 第二个思路就是什么? 你看到题上在问你艺术创作的时候 别忘了 艺术创作也具有这些审美心理 然后第三个就是课本上的思路 艺术鉴赏存在着这六种心理 明白不? 三种思路啊 大家都要记好了 明白吧? 第一就是看到审美心理 题目问你审美心理的时候 你要明白这些审美心理 你既可以在艺术创作中用 又可以在艺术鉴赏中用 第二个思路就是 当题目问你简述艺术创作的时候 你要明白艺术创作当中 可以运用到什么? 审美心理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课本思路 艺术鉴赏中的审美心理 明白了吧? 三个思路啊 自己批书好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每个思路是在说什么的 注意 很简单吗 这个网不太好 大家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还说给大家切一个网 那咱们就这么看 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注意是什么呢 注意是心理过程最重要的特点 也是审美心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看到吗? 这句话非常好 能教你用来你的写作 我之前在上一节课 我之前在上一节课还是上上一节课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一句话说 大家要在写论书的时候敢于大胆下定义 对不对? 敢于大胆下定义的时候 你看呢 像这种最重要的特点 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敢用 有时候不太敢用 对不对? 那这个你一定敢用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它重要 我说是它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又不说它是唯一 对不对? 那你之后可以 你写比如说你写格调 格调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你写品位 品位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你写内容 内容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或者说你写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科学对于艺术的影响 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哲学对于艺术的发展 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之一这个词 它就比较广泛 明白了吧 我让你大胆地去下定义 但是不要所有的都是之一之一 你有一些感觉 比如说格调 它本身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东西 比如说格调啊品位啊意见啊 这种好的东西就是所有人追求的 你就不用带之一了 像这种注意啊什么 就是你表示摸棱两可的词的时候 你带一个 好吧 好 注意就是什么 意识就是心理活动 对一定对象的什么 指向和集中 指向性和集中性 是注意的两个特点 就是什么 你注意到了这个东西 你就是你注意到了这个门 你注意到的就是这个门 集中在了这个门上 并且就是指向了这个门 明白吧 什么激发起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 激发起了艺术家创作想法 就是这个东西激发起来的 就是具有一定的什么指向和集中性 并且你有没有感觉注意这个词特别熟悉 我们之前在哪儿学过一个跟注意很类似的词 还记得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吗 里面有一个什么意识和无意识 无意识是下意识 潜意识 对不对 那意识是什么呢 意识是不是有目的的 艺术创作 对不对 那意识和注意 是不是存在一定相似的特点 对不对 你意识是不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也是这个东西 它引起了你的注意 引起了你的意识 对不对 它都是指向性很强的两个词 明白了吧 注意的指向性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选择性 就是你选择 你看到这个 就是同样是一片井 你看到了山激发起了你的创作欲望 它看到了水激发起了自己的创作欲望 明白吧 把需要感知和认识的事物 从众多事物中挑选出来 或者说你去一个展览馆 你看了很多幅画 单独这幅画 它就吸引了你的目光 明白吧 注意的集中性 是指什么 主体的全部心理要素 集中到所选择的事物之上 注意能够使人在一段时间内 怎么写开其他事物 就是你站定在一幅画前面 欣赏它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不能再站在别的画方面欣赏 对吧 集中而清晰的反映 某个特定的事物 鉴上艺术作品 你看显然离不开注意心理功能 对吧 你如果它都吸引不了你的注意 你根本看到它跟没看一样 看了一眼过去了 你还怎么欣赏它 对不对 兴趣都提不起兴趣来 你看了一眼走了 你还根本进入不到下一个环节 所以说注意 你能感觉从我的画中 是不是感觉它其实是建厂的什么 第一个环节 对不对 好 它是什么 建厂的最初阶段 明白了吧 需要建厂主体整个身心机制进入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注意或审美期待 就是你之所以看到它了 其实就是说 你感觉这个东西很好或者很有趣 你想站在它这儿 从它这里面欣赏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说 这儿有一个审美期待在里面 好吧 好 艺术建厂中 注意这个心理功能还有另一个作用 就是什么 把感知想象联想等诸多心理要素 指向并集中于某一特定的艺术作品 这其实在说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在说 注意就是一个最初的阶段 最初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让你运用之后的感知想象联想 情感理解 开始欣赏这个作品 明白了吧 就是注意它是第一个阶段 你只有看到它了 你才能进行下一步去鉴赏它 明白吧 并且保持相当一段注意稳定性 你看了一眼过去了 虽然这也是注意吧 但是你这些后面的这些想象 联想情感理解 你是激发不起来的 只有你看到了 留下了 站在那儿 开始欣赏了 所以说相当一段什么的注意稳定性 才能有后面的这些感知想象联想理解 明白吧 心理学上有说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 就是我是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的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看一下某某某的一幅画 我去了展览馆 然后我就注意这个人的画 还是说我今天就是站在展览馆里 忽然这个跳皮筋的小女孩 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明白了吧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两种 注意是一个基础 对吧 你得先注意到了 再有后面的一切 好 之后呢 是什么感知 艺术建设心理是以什么感知为基础的 就是注意是最初阶段 注意到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怎么了 还是感知了对吧 它包含着简单的感觉 简单的感觉和什么 较复杂的知觉 这个很简单 这个我们学了那个 我们还没学 就是等会儿我们会学审美过程 有一个什么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 等会儿说的时候再跟你说这个吧 你就记住感知它包含着什么 简单的感觉就是刹那道 刹那间你一看到它 你就感觉到的 明白了吧 和什么较复杂的知觉 较复杂的知觉是不是就需要你去怎么 需要你去理解 需要你去想的 明白吧 感知是指什么客观作用知己 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 在人脑海中所形成的 对事物个别的反应 感知感觉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 我们不是在艺术作品的分类里面有什么 视觉艺术听觉艺术 视听艺术吗 对不对 对吧 你视觉艺术是冲击你的眼睛 听觉是冲击你的耳朵 明白吧 也是审美感受的什么 心理基础 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 必须以直接感知的方式去感知它的色彩 线条 形状 声音等等 就好比他们看了这个晚会 他们回来给你形容 但是你是感受不到当时的那种气氛 和那种当时的那种欢呼的 明白吧 你只能间接的理解一点吧 具体的感知还是需要你去直接感受的 明白吧 好 艺术鉴赏活动真正的开始应当是从什么感知作品算起的 就是你刚开始我们的注意环节 其实还不到见上环节 因为你可能看了一眼过去了 或者说你可能就是 看在那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想法 真正你开始鉴赏 你开始去赏它了 欣赏它了 一定是什么 从有你的感觉开始的 那这个感觉就是简单的感觉和复杂的感知 知觉 就是什么呢 感知 明白了吧 好 显然 鉴赏主体 要想提高自己的医学欣赏水平力 首先就要逐步培养自己敏锐的什么 艺术感知力 对不对 那这个艺术感知力 你有没有感觉和哪个词很像 感知力 还有一个感什么力 还有一个感染力 对不对 艺术作品 其实感染力也是一个特别百单的词 艺术家是不是想创作出具有超强感染力的艺术作品 对不对 艺术作品它拥有了感染力 是不是能使人更好地察觉到其中的艺术美 然后使人发现其的深刻内涵 对不对 然后艺术鉴赏环节 是不是就去 发现艺术的 深受其感染力的影响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感染力也是一个 很百搭的考点 那感染力和感知力 它其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明白吧 就是 它的主体不一样 对于物 艺术作品来说 它是散发自己的什么呢 感染力 对于我们人 主体来说 我们是欣赏 我们是具有什么呢 感知力 明白了吧 而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在起作用呢 都是它的内容和形式 好的内容和好的形式 对不对 好的格调 好的意境 好的意味 对不对 好 只有对艺术作品 具有了什么 较强的感受能力 才算真正的领悟到了什么 艺术美 看到了吧 对不对 所以 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 提高我们的感知力 对于作品的要求是什么 提高它的感染力 明白了吧 主体不一样 这个词也不一样 但是它很像 所以要提高建厂能力 对不对 那你看 是不是又跟我们上一节科学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提高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感知艺术作品 这不就是一个点吗 不就能联系起来了吗 好 这个是感知 然后你开始有了简单的感觉和深刻的知觉之后 你就开始什么了 就开始联想了吗 你站在一幅画停下来了 那幅画画的是一群人在跳皮筋 你是不是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你站在一幅画停下来了 那幅画画的是一个万无复苏的场景 你是不是能想到自己眼中的春天 这就是联想 对不对 好 心理学校的联想 联想联想 咱们之前从一开始就教过大家什么 看到字 逐句 逐字 逐句 逐词 逐字 去分析 对不对 联嘛 联想 联 一说联是不是有联合的意思 由A想到B 由谁想到C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它就是有什么 由一个事物想到另一个事物的心理过程 对不对 包括由当前感知的事物 想起另有关的事物 如看到冰河解冻 想到什么春去东来 还有由已经想到的一件事 而联想到另一件事 如想到春去东来 自然而然的想到什么 万无复苏 好吧 联想在心理生命中 有着不容忽视的意味和作用 通过联想 使艺术形象更加的什么 鲜明生动 对不对 那到这儿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明白了 我们其实不管是创作还是建设 都是以什么为主的 都是以艺术作品的形象为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形象思维贯穿了艺术系统的始终 艺术家通过 艺术家通过形象思维为主 创造好的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展示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 艺术鉴赏 通过鉴赏艺术形象 利用一些形象思维来思考 完善艺术鉴赏过程 对不对 可以说形象 对吧 而是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感性形式中 都有自己的艺术形象吗 对吧 思考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联想 在这说了 对 刚才 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说了 就是这六个心理 存在在我们的艺术创作 也存在在于我们的艺术鉴赏中 现在前三个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艺术鉴赏 没有给大家讲艺术创作 但是我们也能想到 对不对 那艺术创作中的注意 那是不是就是 艺术体验 对不对 艺术体验 不管是你直接体验 还是间接体验 你都是先注意到它了 对不对 也可以说这种注意 是艺术创作的什么 最初环节 对不对 然后感知 那不就是在艺术创作过程当中 艺术家对这些社会生活的一些感知想象吗 进一步就激发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联想不更是如此吗 尤其是艺术家构思环节当中 对社会生活中一些切实的现象 联想起的其个人经历 个人思想 个人情感 进而有了更好的构思思路 创作到他的艺术作品之中 对不对 所以说这部分的审美心理 还是我们刚开始的那三个思路 第一个 这六种审美心理如果问你的话 它既存在艺术创作中 又存在艺术鉴赏中 然后分别 那两个就是艺术创作中要写到 然后艺术鉴赏中也要写到 明白吧 好 勉强是一种什么 你看积极的心理移送 积极这个词很好用 它在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说艺术鉴赏是一种 积极的 积极的能动的审美 再创造活动 对吧 都是一种积极的 比如说格调里面表达的是一种 积极的思想 积极乐观向上 就这种好词 你就可以用积极的什么什么 明白吧 受鉴赏主体的生活经验 认知能力和情感等主观条件的影响 鉴赏者本人的生活经验越丰富 认识越深刻 内心越直立 那你看啊 你这一段话 我换个颜色的笔 你这段话是不是能直接拿来 写到艺术创作当中 我给你改一下 我一边跟你说一边改 我先给你圈住 这段话你是不是直接能用到艺术创作中 为什么呢 我给你改啊 听一下 联想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因素 受到创作主体 生活经验 认识能力和情感情绪等主观条件的影响 鉴赏者本人的 创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越丰富 认识越深刻 内心越直立 演讲力就越强 明白不 能用吗 好用吗 对不对 你只要改一个主语 是不是就能用 并且还特别好用 对不对 这也就是我给你现学现用 说为什么这一段联想 想象理解情感这些 既能用在什么 艺术建厂中 也能运用在艺术创作中 对不对 那你就相当于你背一块的东西 你能两块用多好呀 改个主语就能用 对不对 我们学啊 一定要学得灵活一些 好 然后下一个什么 想象 想象 你就想呗 那艺术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东西 激发起了他的创作想法和创作欲望 对不对 在他头脑当中进行构思 他必然会怎么 必然会想象 对不对 想象出来的一个什么 主课题统一的审美意向 对不对 那在鉴赏的过程当中 你想象吗 你当然想象了 因为什么 因为鉴赏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 你如 你看 同一部红楼梦 谁看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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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他们 不仅是联想到的 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他们的想象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 不管是艺术创作 艺术鉴赏 这六个心理都有 都要写到 好 在艺术鉴赏活动中 想象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是由于艺术鉴赏作为一种 看 是不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些东西你想明白了 你就会发现他的术语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些 明白了吧 鉴赏主体 你看 不是消极的 咱们教大家的背诵方法 把消极和被动 划掉 你就知道它不是消极 不是被动 而是什么 积极主动 明白了吧 接受 运用想象和其他心理功能 对于 你看 这不就是吗 我们还没有看见后面的能 我们是不是已经说出来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很少 你一理解了 你一理解了 被 你就能用的 如雨得水 来 想象是指人脑对 已有表象进行加工 改造而创造出的新的 新形象的过程 明白吧 就比如你在创作当中 艺术创作当中 是不是对社会生活中的 已有的一些 比如说我想画一个 会飞的手机 那不就是先对你手机 是现实生活中的 对不对 对手机的这些表 形象进行了加工改造 对不对 然后想象的基本材料 是表象 然后但 想象和表象 与记忆表象不同 好了 不用看这个了 直接看这个 心理学将想象分为什么 再造想象 和创造想象 再造想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就比如会飞的手机 就比如说 会 会 跳舞的 跳舞的大象 就是这种 就是说你在原有的 已有的 你脑海当中 见过的 已有的想法上面 进行了什么 加工和改造 明白吧 还有一个创造想象 就是什么呢 不根据现成的 就比如说一些 聊斩意志里面的 一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不能根据现实脑中的 这些 明白了吧 好啊 创造出来的新形象 明白了吧 建上活动 以再造想象为主 明白吧 同时也包含着 一定的创造想象 你能看到这个东西 能让你注意到它 能让你感知它 能让你联想它 能让你想象它 其实它一定程度上 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 或者说回忆 所以说是 以再造想象为主 但是呢 也包含着 一些创造想象 你比如看到奥特曼 你就想到未来20年了 那也不说不行 行吗 好 下一个什么 情感 情感这个词 换一个五角形 情感这个东西 广泛的存在于我们 艺术学概论这本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拿十十一十二章来说吧 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机器人 如果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 他能 这世界上的万物都激发不起 他的创作欲望 他根本不想创作 什么都激发不起 他的情感 他看到跟没看到一样 那还创作什么呢 对不对 根本没有创作这一环节 那艺术作品 一个空洞的 麻木的艺术作品 就好比 普通的一个钢筋水泥 它能被称之为 艺术作品吗 称之不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作品 它是一种什么 精神生产 它满足的是什么 精神需要 它都给不了你 情感需要了 它还满足你 什么精神需要 对不对 那 没有情感的艺术家 没有情感的艺术作品 你让别人怎么去欣赏 去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个空洞的钢筋水泥吗 肯定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情感这个东西 它贯彻落实到了 我们艺术学概论的这本书中 也贯彻到了 我们艺术系统的全部 其实你背 你背完你就会发现 十十一十二张 就是三块装 你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真的特别好用 情感 艺术鉴赏中 情感作为一种什么 审美心理因素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你看 夸他呗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强烈的情感体验 正式审美活动 你看 是我们刚才说的 正式审美活动 区别于科学活动 与道德意识活动 一个什么 显著特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艺术啊 因为我们艺术具有什么 审美价值 我们具有审美意义 对不对 而这种审美是要真善美 要友情 以情感人 明白不 那艺术教育跟科学活动 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 有什么不同呢 科学教育是抽象的 道德教育是 以善为唯一标准的 那我们的艺术教育是什么 潜移默化 以情感人 欲教欲乐的 对不对 好 你们谁现在根本跟不上我说的 就是说你们背的不多 下来的一定要好好背 明白吧 好 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什么 特殊的反应形式 明白了吗 是对客观事物 是否符合人的需要的一种什么 复杂心理反应 是主体对待客体的一种什么 态度 你是喜啊 还是悟啊 还是悲啊 还是恨啊 什么的 它这些情感都是一种主体对待客体的一种什么 态度 明白了吗 好 情感在审美心理中具有什么 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吧 中外许多美学家都认为 审美心理是什么 看 审美心理是 注意 感知 联想 想象 理解 等 情感 理解 等多种心理因素的统一 艺术建设中的什么 情感活动 以什么 你看 你发现没有 情感是 其实就像 他们其实这六种 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糖葫芦 情感就是那根串 把其余的五个怎么串起来 明白吧 它是以注意和感知为基础的 与什么联想和想象 密不可分 对不对 然后通过理解因素 在感性中表现出理性 这儿的理性是客观精神说的理性吗 不是 这儿的理性是什么 是它的内涵 是它的意韵 是它的什么思想性 的这个理性 明白了吧 在理性中 激奠着什么感性 如果你要是没有情感 这颗串 就是没有情感 这根签吧 这五个 是不是就是散落着的 没有情感 你还拿什么注意 拿什么感知 拿什么联想 拿什么想象的 是空洞的钢筋水泥 明白过 只有情感 这根签 把它们五个串起来了 由此的 你能不能感觉到 这些审美心理 我们之前 是不是说了 三个思路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说了三个思路 对不对 只是在说 注意感知 联想 想象 情感 理解 它们既 第一个思路是什么 既存在于 艺术创作也存在于 艺术鉴赏 对不对 你要 题目问你 这六个的时候 你要从两方面来回答 第二个思路就是 艺术创作中的 审美心理 第三个思路 就是我们的 第十二章的第二节 艺术鉴赏中的 审美心理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 放第四个思路 就是什么呢 这六个 审美心理现象 这六 不是审美心理现象 我说错 这六个 审美心理 它们之间 有着深刻的联系 明白吧 如果题目单纯 问你一个注意的话 如果是一照简答题 就是这个题 它体力比较小 它不可能出成 就是说特别大的题 如果它是用简答题 来考你的话 它为你注意 你是不是就可以 把别的五个 也写一写 它是一颗签上的 五个糖葫芦 明白不 它是相互之间 是有联系的 所以问到你一个的时候 你可以说 比如说它问你注意 你注意这一块的东西 都写完了 你就可以说 审美心理除了注意外 还有其余五种审美心理 它们共同构成 它们共同在艺术系统中 发挥了极其深刻的作用 明白不 然后把别的也写一写 尤其你明白 看情感上面 是不是就把别的五个串起来了 然后感知啊 联想想象 它是不是都是以注意 注意是最初阶段 对不对 然后感知是后面这些的基础 对不对 它们都各自之间是有怎么 是有关系的 明白吧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情感总是以什么 你看 尤其情感是一颗签 情感总是以注意和感知 作为基础的 然后又与联想和想象怎么 密不可分 与理解也有着什么 极其密切的关系 你越理解你这个情感的激发 比如越深刻嘛 就这么个意思 明白了吧 你看 我这不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思路吗 关系密切的名词可以互相写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思路 比如说 他问你情感 你就可以把情感跟别的五个的作用写一写 他问你说 注意和感知 你就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别的联想想象 情感理解能够更好发挥 明白吧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思路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理解 你肯定是要理解 对不对 你站在一幅作品半天 你想半天 看半天 半天理解不了 你不就走了吗 对不对 你之所以一直在人家一直看 那肯定是什么 你理解了 对不对 好 艺术鉴赏心理中的理解因素 并不是单独存在 你把单独存在划掉 而是广泛地渗透在 感知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动中 他共同构成了什么 你看 你看他这话说的多好呢 你写别的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用 对不对 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审美心理过程 多好呀 这话 对不对 审美心理中的理解因素 不同于通常的逻辑思维 不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不就是那种简单 不能说简单的抽象思维吧 逻辑思维其实跟抽象思维也比较像 他在我们的科学哲学当中运用的更多 对不对 我们艺术当中的这种理解 他其实是更偏向于这种形象思维的理解 对不对 往往 而往往似乎是不经意思索 而达到了对艺术作品的理解 心理学认为 他理解是逐步认识事物的联系 关系 直至认识其本质 规律的一种什么思维活动 好吧 好 理解包括什么 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 直接理解很简单嘛 直接理解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直接体验一样 是吧 它是没有中介思维渗入的 就是你直接去体会到你这个理解对象 明白吧 而间接理解是什么呢 你可能就是别人给你总结了一下 你通过读别人的总结 读前人的经验 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就比如说 明代人对明代人的历史 是当事人的直接理解 对不对 那你现在读宋代的历史 唐代的历史 那是不是要借鉴前人 比如说宋史啊 明史啊 这种的 对不对 各往经验 好吧 看 对艺术作品内容的建成 离不开什么 理解因素 你不理解 你其实就分析不了他的什么 内容 对不对 就比如我父亲的背影 父亲的背影 最后当中的主题 生还的思想情感 是不是 这种亲情的这种关系 什么 你不用你的理解 你就理解不了 对不对 包括说一些当时 人物塑造形象 然后其深刻内涵 是揭发了当时社会的一些 好啊 或者社会的一些坏啊 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怎么 都是需要去理解 好吧 对于艺术作品的形式 鉴赏 离不开理解因素 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的形式 是这样的 为什么它是 比如说电影 为什么它是这样剪辑的 对不对 为什么它是先放 为什么它是倒序 比如说文章当中 为什么它是插序 为什么它是倒序 然后画画当中 为什么它是这样的构图 对不对 所以说作品形式 也是需要什么 理解的 有很多同学以为作品的形式 只是我们单纯需要看的 其实是不够的 不全面的 作品的形式呢 也是需要有我们的理解因素的 明白吧 好 各本文都有自己独特的 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 最后一点呢 对于每一部作品的什么 内在意运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背后的一些哲理啊 所折射的一些社会现象啊 等等 深刻的哲理认识啊 意运啊 更脱离不了什么啊 理解因素 好吧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艺术建赏中的审美心理 而这些审美心理呢 它不仅存在在我们艺术建赏中 也存在于我们什么 艺术创作中 就好比刚才的理解来说吧 那在艺术创作过程 是不是艺术家 对于社会生活的一些理解 他对于一些人生的感悟 进而反映到了 他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中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好吧 好 那艺术 那这些审美心理 存在于艺术创作 也存在于艺术建赏 然后这些审美心理 他们各自之间 又有着紧密而不同的联系 谁是那根签 谁是基础 谁是有这么一些关系 谁是最初阶段 这个你下来都要自己好好背下来 明白不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一节课的第三节 也就是我们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内容 艺术建赏的审美过程 我们在艺术建赏的审美过程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问一下大家 艺术系统分为哪三个 艺术系统是不是分为了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和艺术建赏对不对 那艺术创作过程又分了哪三个呢 艺术创作过程是不是分了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是不是也是三个 好 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这本说的第三个 有三个过程的 它是什么呢 审美过程 审美过程也是三个 它分别是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和审美深化 明白了吧 好 你这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艺术系统有三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有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艺术建赏的审美过程有三个 把这三个下课 你看你哪个没背下来 好好背 我们来看一下审美直觉 审美直觉 你先定位到哪两个字 直觉对不对 艺术中的审美直觉是什么呢 看 所谓直觉嘛 你对 你见到这个人的第一个直觉 它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种不假思索 而即刻把握于或礼物的能力 对不对 那在我们的刚才 能不能唤起你的记忆 我们在刚才的感知当中 是不是 就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是什么 简单的 感觉和深刻的 感知 对不对 直觉 那这个审美直觉 是不是我们就是最初的什么 简单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使人 就是你直觉看到这个 哇 突然激发了一下你的想法 简单的 就是你看到艺术作品的 第一下 就第一刹那 它突然让你 刹那间忘却一切 就忽然感觉 它被 你被它怎么吸引到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第五个思路出来了 刚才的那个审美心理 是不是也存在在我们的那些里面 那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思路 第五个思路 就是这些审美心理 还存在在哪 是不是还存在我们的审美过程当中 审美直觉是什么 你注意到了它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感知里头 先是简单的什么 感觉 你看 感 我们刚才说的过后给你说 就是在这说 感知分为什么 简单的感觉和 较复杂的直觉 那你审美直觉 不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吗 简单的感觉 明白不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都讲完 你可能就明白 好 我们现在知道审美直觉是什么了 看到 不假思索而即刻把握于领悟的能力 使人刹那间忘却一切 聚精会神的 怎么观赏它 全身心沉浸于审美愉悦之中 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 直观性 对不对 直观性 你直接就能看到 对吧 必须直接去体验的 这跟刚才我们的感知里面是不是有 对不对 我刚才还说了 别人看到晚会 回来跟你说的 跟你自己去看晚会的体验 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首先是什么 直观性 第二个是什么呢 直接性 明白不 这种直接性 这种直接性常常表现为一种什么 不假思索的把握或领悟 明白吧 这种美感 它是什么 刹那间产发出来 就是你一下被吸引的注意力 感觉制服作品好美 我好想去看一看 明白过 美感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美感是哪十个字 感官的快适与 理性的满足 好 通感 这是补充一个通感 通感是什么呢 就是你还记得 有的艺术是视觉艺术 有的艺术是听觉艺术吗 那有的艺术是不是什么 视听艺术 对不对 这就是通感 所谓通感 是指艺术创作与建设活动中 你看各种感觉相互渗透 就是不再是单纯的视觉 不再是单纯的听觉 而变成了视听 或者说你看 它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就是既有诗情 又有什么画意 明白了吧 你看 仿佛看到了 可视的视觉形象 仿佛产生了听觉 明白不 就不再是单一的一个感觉了 而变成了通感 就是好几种感觉 共同作用 明白了吧 在审美活动中 通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在日常经验中 视觉 听觉 触觉 嗅觉 味觉 往往可以打通彼此 或交通 然后 各个器官不可 不分界限 明白了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连绝 我们刚才想的那个词是什么 联想 对不对 一说到连这个词 那联想是由A想到B 由A想到C 由C想到D 对不对 那连绝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由对A的感觉 想到了对B的感觉吗 这就是嘛 你看 连绝是感觉相互作用的一种情况 是一种已经产生了的感觉 你看 引起另一种感觉的产生 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兴奋 比如你看到 红 橙 黄 你就感觉怎么 暖 你比如你看到 蓝 紫 绿 你就感觉什么 冷 这就是连绝 明白了吧 这就是 还有一个出感 这都是在我们哪个环节的 都是在我们审美直觉当中 在审美直觉当中呢 我们就有通感 有连绝 有什么 有出感 出感就是什么呢 你第一次对这个事物的一个把握 就是这个作品 它第一眼给你的一个感觉 有可能不切实际 有可能它叼了一个 破碎的人像吧 然后你感觉 你第一眼感觉到的是它的破碎 但是它想表达的可能是 破碎中顽强的一种精神 明白吧 就是你第一眼的那个 可能不是那么能够准确的 体会到作者的意图 但那也是你的感觉 你敏锐的一个感觉 明白吗 出感虽然敏锐 但不一定准确 和全面 就不一定全面 明白 它可能也有破碎 但是它最终想表达的是 破碎下那个重塑的那种感觉 明白不 有可能还会错觉 好 这都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什么呢 审美直觉 审美直觉是呢 是什么 你注意到它了 并且你有了什么 最初的感觉 这个感觉 你可能用的是通感 可能是连绝 可能是初感 明白了吧 是刹那间的 好 你刹那间被它吸引了 有了简单的感觉之后 你进而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进而下一步 你不是要深刻的欣赏它了吗 你深刻的欣赏它 那就到了我们的审美过程的第二个过程了 就是什么 审美体验 你要切实的去什么 去体验 明白不 艺术鉴赏中的审美体验 作为整个审美活动的什么 中心环节 是指 鉴赏主体在这么看 直觉的基础上 达到了审美活动的高潮阶段 调动再创造的想象力和联想力 激起了吩咐的什么 情感 设身属地的在艺术作品 这就是在直觉的基础上 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了 就是对审美体验的简单太阔 明白吧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许多心理因素在其中积极的活动 是不是我们刚才补充的第五点 对不对 刚才学的那些审美心理 是不是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审美过程当中 对不对 必须以什么注意和感知为基础 而我们的注意和感知是在哪个阶段 是不是在审美直觉 明白了吧 它必须以注意和感知为基础 在审美直觉的基础上方能进行 就是你审美直觉也是有心理因素的 它有注意和感知两个因素 而别的比如说是联想啊 想象啊 情感啊 理解啊 它就到了我们体验的阶段 明白吧 它联想和想象最为活跃 你看是不是我们第五个思路的具体表现 所以呢 五个思路啊 你一定要标注好 联想和想象最为活动 这是由于艺术作品的形象 仅仅是提供了艺术建成的条件 要把它变成就是要把它变成 鉴赏者内心的艺术形象 必须通过什么 审美联想和想象 然后进行去思考 进行什么新的再创造活动 明白了吧 才能变成鉴赏者自身的东西 才能把你的想法融入到这个艺术作品之中 才能完成艺术鉴赏的再创造 明白了吧 再创造不就是把你的理解 你的想法 你的感情融入进去了吗 对不对 你看 鉴赏阶段是什么 鉴赏主体反作用于艺术作品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把你的想法 你的理解 你的一些情感 反作用于到作品当中 只有这样才算完成了什么 再创造 这就是审美体验 那最后一个审美生化 你开始去想 你开始去联想 你开始去想象 你不就逐步的理解了它了吗 你逐步的理解了它 你不就在精神层面上能怎么能跟它契合了对不对 就到达了一种精神的自由境界 仿佛你真的读懂的这件艺术作品 明白了吧 它是什么 鉴赏活动的最高境界 就是升华了 升华了 一说升华了 你现在脑海当中其实是有个词的 是什么词啊 共鸣呗 你一说升华 你跟它有了共同的感受 那不就是共鸣了吗 对不对 好 审美升华是指建上主体 在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的基础上 达到了一种什么 精神的自由境界 是通过艺术鉴赏的审美再创造活动 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中 什么直观自身 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吗 你就直接深刻的理解了它的什么 意味 它同样存在的许多心理因素的什么 积极活动 由可想而知我们补得的第五点 你可以怎么用了吧 对吧 那六种心理活动 审美心理 是不是广泛的存在我们的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和审美升华中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富有更多 形而上意味的追求 你看 这种意味常常是什么 只可意味 不可言传 因为你到达了精神层面的自由境界了 你跟别人怎么说呢 你也说不明白 你理解了 他也不一定理解 对不对 它是艺术作品 在有限中体现出了无限 其实这个 你看 你看到这句话 能想到什么呢 作品在有限中体现着无限 在偶然中 运成的必然 这不就是艺术美吗 对不对 审美升华阶段 正是需要 鉴赏主体去什么 思索 理解 领悟这种艺术意味的 表现一种 哲理的 顿悟和理性的持久 顿悟 顿悟这个东西你之前肯定见过 见过两次 第一个是什么呢 在第十章 艺术家的创作心理里面有一个什么 灵感思维 灵感它其实也是顿悟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心 道 气 心 武 物 和 对不对 物 对不对 所以说啊 看到这个就要想起来 你之前见到在哪见过啊 那审美升华 你在精神层面 你就能顿悟了吗 对不对 就理解了它的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和向外之耻了吗 对不对 肩上主体此刻将自己的心灵 全部尽头在了艺术境界里 刹那间获得了什么 顿悟 然后审美体验世界上升到了超人 超人世界 达到了形而上的理解 就是有了这些言外之意啊 弦外之音的理解 审美 感受得到了升华 这不就是什么 共鸣吗 共鸣这个词 画一个红心 共鸣这个词特别好用 共鸣 艺术家想不想引起别人的共鸣 想啊 艺术作品 它好 是不是会引起共鸣 对不对 艺术建赏者 他是不是也希望和作品实现共鸣 共鸣这个词很好 一定要接下来 共鸣也是什么 审美生活阶段 发生的一种现象 所谓共鸣 它是指艺术建赏过程中 建赏主体在审美之觉 审美体验的基础上 它深深的被作品所怎么感动 所吸引 达到了什么 忘我的境界 达到了这种境界 达到 建赏主体 与艺术形象 契合一致 误我同意 误我两望的境界 共鸣是建赏过程中 你看 情感想象的多种心理因素 达到最强程度的表现 明白吧 你看 由此可见 其实我们还可以补充第六个思路 共鸣当中也存在着审美心理 明白不 同时也离不开对艺术作品 应运的深入感受和理解 因此什么 共鸣不仅具有艺术 建赏审美心理的各种特征 也是建赏活动的什么 高峰和极致 并且共鸣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这补了一个什么 好的东西 所有人的追求 那艺术家就是渴望别人的共鸣 艺术作品 如果你有抢好的高的格调 高的品位 高的意境和意语 是不是也能引起共鸣 那艺术建赏者 对艺术作品产生了 与艺术作品产生了共鸣 是不是能够更好地完成 艺术建赏的审美再创造 对不对 所以说共鸣这个东西也很百搭 能让你全方位地运用在 我们的十十一十二 整个艺术系统当中 明白了 好 这节课就这些 这节课的东西很简单 我们就学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审美心理 审美心理有哪些呢 想象一下 注意 感知 想象 联想 情感 理解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审美过程 审美过程是什么呢 审美直觉 对不对 然后审美体验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审美升华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那六种审美心理 我们联想到了六个点 对不对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点是 你看到题目问你审美心理的时候 你知道它既能放在艺术创作中 又能放在艺术建赏中 对不对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艺术创作中广泛的存在 这六种审美心理 第三个点 也就是我们的本章 对不对 就是说 审美艺术建赏当中 广泛的存在着这些审美心理 对不对 然后 第四个点是什么来着 对 第四个点是一个签上的五个唐葫芦 对不对 就是这六个审美心理 它们之间 也可以相互去写 如果题目只问你一个 你可以把别的五个写上来 对不对 然后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是我们的审美过程 也广泛的运用到这六种审美心理 对不对 然后第六个点是什么呢 共鸣当中也存在着这些审美心理 然后其中以什么最为特别 特别很明显 以情感和想象 表达的最为强烈 明白了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东西 我们布置一下作业 上节课的东西 还是理解 最重要的是理解 然后手抄写或者是word 艺术间上的一般规律的全部内容 这上节课的东西 然后墨写上节课的框架 然后周二周二周二 别忘了周二六点半 还有一节课 希望大家还能来听课 背的怎么样 最近 我最近还没有问大家背的怎么样 框框背 这都已经几月份了 不说好背 你背的快一点 然后及时复盘 每天你就放一块表在你旁边 你不要就是说一夜背上这么半小时 你一夜背半小时 你要背到什么时候呢 你一夜十分钟 一夜十分钟 该过就过了 明白不 然后一次一次复习 一次一次背 好吧 好 多多不说了 不浪费大家时间 大家加油 好吧 有什么不懂的 及时来问 好 再见 诶 群里打卡 记得背转字 还有草书 你拿中心笔写就行 你节省一点时间嘛 好吧 写完把你写的拍照 发群里 对 对 给他